改建的時候 百年百年百年都放黃 每隔幾年就辦大的 建教 館長公很特別 那個如果總統 要選 或是這邊要重新選立委 如果沒有去那邊散鄉拜拜 或來這邊辦活動都選不上 所以另外俞美人的起手是 除了在那個西北院是他要來這邊 那第二個 館長公是我們這裡在地的 三百幾年有大家贏過 因為以前很糗 所以民國三十四年才蓋廟 後來最近才改新的 那這邊有那個民國 三十九年 一九五零年 從那個 歐洲過來的 很神秘 但是很有錢 他現在身價六百多億 你看他有一個在這邊就成立一個叫做 天主教 玫瑰堂 他不是有這邊 花點的旁邊 那個官人國小 官人幼稚園 旁邊那些社福中心 還有台北後火車站 他丁州路 二十幾個教堂都是他們的 你們去六張里結音站 六張里結音站 不是有個天主教那個 也是他們的 所以他不是只做教堂 連那個社福 小朋友教育什麼都有 他這樣做好的 比農三四還要好的 我們這裡還有一個比農還好的 有沒有聽過一貫道 一貫道以前都在大陸都賣蔣介石 後來來台灣就很低調 我家就住在一貫道旁邊 小時候看到 哇什麼李登輝吳伯倫會去 以前他稱為神秘教會 神秘的組織都不能曝光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叫仙天道院 很有名 你看仙天道院 今天可以看這個 就在我家旁邊 他以前牌子還立出來 台北市 後來他變成合法化之後 台北市 那個一貫道總會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 你只要全台灣一貫道的會員養三百萬人 那個很多地方 他那個 我們稱為的那個什麼 他的道罐都很大 一貫道 所以這邊很低調 這些 好 好